据报道 当地时间13号晚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 已经导致三人死亡 五人受伤 伤者中包括两名中国留学生 在1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对枪击事件无辜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伤者及伤亡者家属表示慰问 并以第一时间向受伤中国留学生提供领事协助 枪支暴力问题是美国社会迫在眉睫的致命顽疾 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拥枪数量最多的国家 其人口占全球不到5% 但民间拥枪数量却占到全球的46%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已造成2337人死亡 4033人受伤 我们奉劝美方正视自身的问题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真正为维护本国人民和外国在美公民的生命权 做点实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